这敬礼的卢太长 你好 大慈大悲的观音福色 我想知道我由何处而来 我讲去讲何方 我好像熟吧 我过去看过西游记里面 讲过的路在何方 哎呀 没有 何方神圣 我告诉你啊 首先我看你是现实一点好 不要看你啊 我刚刚说了 你胭脂不知生胭脂死啊 我告诉你很多事情 你都自己都不知道的 明白了吗 你这个人稀里糊涂过一生啊 台长现在马上感应前 讲给你听听好吧 你无论都不要告诉我 你的颈椎脖子这里酸痛肩膀 告诉大家对不对啊 明白了吗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人挺好 专门受气 是 做菜做饭挺好的 很拿手 对 厉害吗 再告诉你好吧 好 还有问题 你的 你现在告诉你几个孩子 一个 一个是吧 你感觉没感觉你这孩子有点讨在鬼啊 是啊 你记住啊 你知道吗 你有说讲话太多啊 你知道吗 我造口业 我只得到我绑不住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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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照口业把不住 哈哈哈哈哎呀 明白了吗 因为你照口业 所以你才会 你得到有阴果 因为你有这个阴你才会得到这个果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还有个问题 你要注意妇科 你的妇科不好 你会长子宫肌瘤 我已经签图了 大家说台课准不准啊 哎呀 我就讲给你听啊 自身这些毛病啊 你听得懂了吗 还有啊 你有一个耳朵不是太好啊 听东西不清楚啊 你有时候人家跟你讲话 稍微轻一点 说什么啊 什么啊 有没有啊 有啊 我不知道是哪个耳朵啊 还有什么啊 我就讲给你听 你要记住啊 现在 还让他把你看得仔细一点 你数什么几几年呐 刚刚是感应 1963年4月 数头了 哎呀 感情运不好啊 命中婚姻 至少两次啊 就应该有离婚了 你听得懂吗 我已经解了三次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我是一样的 哎呀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记住啊 台长把你看出来就有办法救你 好不好 你要念经 好不好 我告诉你啊 你借三字婚 你现在这个老头啊 跟你缘分也不是太好 明白了吗 要记住 这个缘分 这个东西 就是说欠人家了 还了 再欠人家又还了 你要改变你自己 你才能把下面这条路走好 如果你不能改变自己 你不能走好 下面这条路 听不懂啊 所以我告诉你 你记住 你现在身上 还能看见 有打胎的孩子 你没有抄走 你告诉大家有没有啊 有 都敢在这里 多不好 好 有了就能改 明白了吗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我看上 我现在初生看到的是两个 你听听我的话 你一个先念 十七遍 还有一个念七遍 明白了吗 你先念这些经文 这两个 因为一个是 讨贼来的 你非但没把它 留住 你还把他打死了 还有一个呢 是人还债的 你听得懂吗 就是这种事情 所以你必须念这些小孩子 把他们抄读掉 台长可以保证 你念经的时候 这些小孩就会来看你 好 好不好 一个十七遍 一个七遍 对 好吧 好 你人挺好 下次要嘴巴 索索好 好 不要再乱讲话了 好 我就从能不能祈福中 我就生气 我就说 你要祈福啊 你生气 实际上你是懂英国 因为有些事情是前世的 你欠人家的 人家就欺负你 你说哎呀不对啊 怎么骂 实际上你 讲来搞来搞去 就是妖妖相报 何时了啦 你就是退一步 海过天空了 实际上要人有清静 你听得懂吗 要忍耐啊 一个人要忍耐 当然了 你要是学国学到最后 连忍字都没了 那你就成功了 现在我对你要求就是忍耐 好 好不好 实在难过 自己一个人到卫生间去讲 好 谢谢人家太大 请不吝点赞